深夜刷到女神老婆 偷偷拍直播哭诉 老公对我太冷淡怎么办 网友直招 尸衬衫扣一半 白墙装分为灯 对着看你 你的福气就来了 婚后一个月 柳如烟似乎变得有些奇怪 平时不怎么网购的他 最近包裹是越来越多 签收时也躲躲闪闪 生怕我多看一眼 他的卧室也从早所到晚 时不时还会透出一些奇怪的声音 我是很好奇 但也没打算过问 一是最近要连拍三部戏 二是我们家族联姻才一个月 着实不怎么署 人家有些特殊的爱好 咱也管不着不是 一周后我飞到雷尸的剧组 从清晨拍到深夜 回到酒店洗漱后 我躺在床上刷手机 准备找一个助眠视频 放松放松 几条热搜推送 突然蹦到我眼前 警号如何用一周时间 改造金圈女神 警号 警号柳如烟今天勾引到老公了吗 警号 我下意识地点开热搜里的视频 是一个一周前的直播回放 只见柳如烟顶着他的女神披肩发 坐在某个情感咨询主播的连线直播间里 那张清冷自食的脸 却一反常态 眼角红红 还挂着两行内痕 声味俱下的哭诉 主播我老公对我好冷淡啊 结婚一个月 他对我说的话就没超过十句 每天忙工作 飞得不见人影 你说他是不是讨厌我呀 我该怎么办呢 呜 我下的手机直接砸脸上 这居然是柳如烟 就连主播都被他哭懵了 这家伙连线的 还是有蓝绿认证的大号 把主播吓得根本不敢说话 弹幕倒是飞得很欢乐 说好的金圈女神呢 都哭成金圈小怨妇了 刘总别哭了 好多单身狗 没事都在抖音刷小说呢 怎么我的互联网女神 居然已经结婚了 我的情敌是谁 刷着刷着 弹幕逐渐变了风向 开始帮柳如烟出谋划策 我看刘总就是女神了 万一姐夫不喜欢冷呢 喜欢烧的吗 可以试试 吃衬衫扣一半 白墙装分为灯 对着姐夫 可竟有擦边舞 你的福气指不定就来了 福气可还行 我抽着嘴角 经不住的脑补了一下 柳如烟穿式衬衫 对着我扭摇摆胯的画面 不太可能吧 可接下来的画面里 柳如烟还真就直播看起了 女菩萨们的擦边舞 僵硬的比划着她不协调的四肢 接着又架了梯子 在她卧室的大白墙前 嘴里咬着钉子 框框安装起了氛围灯 甚至摆了一床的卧室制服 供网友们激烈票选 最后一个视频 是四个小时前的直播回放 柳如烟是穿着上一个视频 却凭中选的黑制服 扣子倒是很禁欲的 扣到了侯杰下方 一本正经的回绝网友不行 衬衫半扣 只能给我老公看 女的我还是要爽的 网友疯狂鼓动 那你快去姐夫面前交作业啊 都学了一周了 你还不实践吗 就是就是 别忘了 顺便录下来给我们看了 柳如烟正了正 面上服起一抹落寞 汉首善笑我老公 今早又出差了 你是不是傻 你现在立刻让周秘书订机票 飞到他面前不就行了 就是就是 一直做旺夫时 是不会有结果的 反正你今天必须跳 咱们今天连热搜都上了 再不跳就要被姐夫看到 那可就没惊醒了 你到底喜不喜欢他呀 视频陡然一黑 我正正的抱着手机 柳如烟喜欢我 虽说我们两家交好甚久 但柳如烟一直养在国外 我们从小到大见过面第次数 都不超过一个巴掌 总之不至于吧 然而下一秒 柳如烟突然给我发了条消息 纪伯达 你睡了吗 我陡然有些无措 却又不小心点了一个表情包 秒回了过去 很快 他又发来了一张 我下他的酒店的夜景照片 紧接着电话响起 清淡的嗓音 裹着冷风 从听筒那头传来 纪伯达你是住这家酒店吗 好家伙你还真的来呀 我拼命压下 发出暴明的冲动 故作平静怎么了 对面沉默了一阵 我明早要在室开会 周秘书给定的 也是这家酒店 方怡今晚做的是糖醋排骨 他非要我带上 我吃不完 你要吃吗 我让周秘书给你送去 清冷的声线有些磕板 仿佛刚撒完了 这辈子最多的谎 我下意识地 摸到落地窗边往下看 果然熟悉的奇长身影 裹着大衣 孤零零地 立在飘着细血的酒店花翅旁 我心头一颤 鬼使神差地 给他报了房号 挂了电话 我恍惚地想起什么 这下坏了 酒店下榻了 我们整个剧组的演员 我好像忘记让他上来时 提防着狗仔了 然而似乎已经来不及 房外已然传来了门铃声 我揉着发紧的恶心 揭开猫眼 遮盖看了眼 索性这家伙倒是知道 戴鸭舌帽口罩遮掩一下 我以最快的速度打开门 将柳如烟拉进房内 谁知他一进门 就微微侧靠在了墙边 埋着脑袋 将饭盒递给我的手倾颤着 嗓音也变得有些阴雅 糖醋排骨 还真带了呀 我接过他的饭盒 指尖不经意地触到他的手 却发觉这大冬天的 他的掌心却烫得厉害 我下意识凑近了瞧他 柳如烟 他无力地抬了抬脑袋 双眼恍惚 某脚更是犯着病态的红 不像是那些网友教他画出来的 我当即觉得不对劲 一把摘了他的口罩 果然 口罩下的那张脸 已然胀的痛苦 脑门也极其烫手 你好像发烧了 我赶紧把他拖到床边 却又被他执拗地甩开手 我回我的房间了 免得传染给你 影响你工作 柳如烟笑得有些低落 他重新戴上口罩 转身就要走 我摇摇头 先他一步去将房门锁上 你是可以回去 但你有弹药吗 你打算自己烧一晚上吗 我抱胸笑瞧他 周秘书好像没来眼 柳如烟脑袋垂得更低了 只能任由我把他推到床上 看样子 他已经不舒服了一段时间了 身子才沾床 便很自觉地拉过被子 将自己捆成花卷 先把你是大衣 脱了再盖被子 我赶紧将他翻出来 手忙脚乱地 把大衣扒了掉 好家伙 他里头穿的 还真就是那件黑色战袍 扣子放肆地 只扣到小腹上方 不着梁都有鬼了 我伸手要将他的衣服扣好 这家伙反倒还害羞了 迅速揪紧自己的衣领 揪什么揪 给我穿好 我翻了个白眼 干脆跨到柳如烟身上 问着他 给他一颗颗重新扣好 还别说这胸腹肌 还是蛮攒劲的 真要对着蜗牛 我恐怕确实会上头 而柳如烟此时 哪还有反抗我的力气 只能眯着朦胧的眸眼 双颊帐红 正正地看着我 高热化去了他平日里的凛冽 此刻就像一汪柔和的暖裙 任由我造作 遭不住 将他勉强处理妥当后 我连忙拿出我的随身小药像 取了退烧药给他吃 折腾了快半小时 我靠在贵妃一上 看着柳如烟 闭目养神 是要外加休息 他终于是缓过来了些 人也清醒了些 却不敢看我 只哑着声音 小声的云南 现就中 还掺着一丝挫败感 对不起 打扰你休息 我皱眉打扰着他 你看着 不像是身子弱的人 婚后一个月 虽然我们没什么交流 但柳如烟的个人习惯 我还是了解的 忙归忙 他也都一直保持良好作息 每周上健身房 不下于三次 该不会该不会是这几天 都在熬夜学擦边技巧 熬坏了身体吧 大姐 你至于吗 我默默地付费着 可看着那张 满是破碎眉感的俊脸 我心里莫名的一软 终是叹了口气 从柜子里 拿出一床备用毛毯 扑到床的另一边 还没躺下去 柳如烟倒是蹭了一下 坐了起来 错愕地看着我 知道他想问什么 我直接摊手 不然你要我睡沙发 那才是真的影响 我明天的工作 可是我在发烧 我没那么脆皮 我笑了笑 把他摁回被窝里 膝灯躺下 整间房陡然变得极安静 静得仿佛能听见旁侧传来 频率越发剧烈的心跳声 柳如烟似乎也有所察觉 开始拼命地蜷缩身体 试图掩饰 一边往床檐挪 看着那局促起伏的背影 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 如果他今晚没发烧 是不是就真的扭腰百胯 对着我发烧了 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局面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再睁开眼 天已见亮 床边立着个亮丽的身影 在默默地穿衣服 我揉着眼睛坐起身 床单的稀疏声惊了他 连忙转过身 抱歉地看向我 吵着你了 也没有 我看了眼时间 一会助理 就该来催我去剧组了 这样柳如烟寄扣子的速度 陡然变快 顿了顿 他忽悠朝我走来 汉手像是做了一番心理建设 旋即抬手 朝我的额头轻轻覆了下 稍松的口气还好 没有发烧 我失笑都说我不是脆皮了 你的退烧了吧 柳如烟微挑眉 下意识地点头应该 什么应该 没退烧 就要继续吃药 我摇摇头 趁他不备 迅速出手 握住他的衣领 将他拉扯向我 柳如烟猝不及防 连忙伸手撑床 稳住身形 却也正好撑在了我的身侧 姿态暧昧地 将我围困在那修长臂弯间 没有理会他眼底的慌乱无措 我也摸摸他的额头 退烧了也发汗了 视线扫过他那头青春披肩发 我忍下心中笑意 拉他坐下 我给你把头发弄一弄 我转身 拿出电吹风和卷发棒 柳如烟错了下 眼底的光呼的变暗 我现在这个发型不好看吗 好看了 乖乖巧巧的 像小奶狗一样 你一会不是有灰影吗 气场还是要立起来 柳如烟扬了扬眉 静静地看着我 他失笑了下 可你说那么多话 好像还是第一次 送走他 我一边换衣服 一边回想起了 他之前在直播间哭诉的话语 我居然真的一个月和他说话 没超过十句吗 今天要拍一场在公司里 争执的对手戏 剧组特意租用了商业大楼 作为拍摄背景 咱们剧组真是下血本了 听说这座大厦 是很难申请到的 化妆时 和我对戏的女主 沈幼楚则自感慨着 我还听说 这里头有大半层是 云京市那位女魔头麾下的呢 我陡然一顿 那柳如烟 该不会就在里头开会吧 正思虑着 旁侧传来了椅子 拖近的声音 继伯答哥哥 今天没有夜戏哦 沈幼楚凑到我面前 像条小狗一样 好好地眨巴眼睛 听说这附近有一家亲马 氛围特别好 我已经约了堂哥 还有七七他们 哥哥要一块来吗 不等我开口 他又笑嘻嘻地补充 我们那么多人 就算被媒体拍到 也不算什么吧 这小家伙自从进了剧组 就像牛皮糖一样 各种找机会粘住我 虽然模样性格 算是我的菜 但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 就给我一种 微妙又说不上来的不安感 所以除了拍摄需要 我都很谨慎地 和他保持剧 今晚我约了人 有如烟在脑海里一划而过 我直接脱口而出 这么不凑巧啊 沈幼楚震了一下 倒是依旧甜甜地笑着 期间我似乎瞧见 他的视线快速上 在我脑袋顶上停留了一瞬 我下意识地剥了剥头发 可紧接着 我却察觉到 一道阴冷刺骨的视线 落在我的后背 与此同时 导演那头已经喊了开拍准备 演员休息区一阵忙乱 我没来得及去捕捉 这道视线的主人 只匆匆瞥见一道 快速逃离的矫健身影 这是一场身为竞争对手的男女主 在会议室里对峙 私下又甜蜜和好的戏码 会议室的部分顺利拍完后 我和沈幼楚又转到插水间 这是本剧第一场亲密戏 沈幼楚看起来倒是挺兴奋的 继伯达哥哥 我还没拍过亲密戏 还请你多淡淡 然而就在导演喊下X的那一刻 一道矫健的身影 却突然推开了消防门 直接朝我和沈幼楚冲来 cut这是谁 导演在那头尖叫着 反应过来我连忙后退 顺手搬起一把椅子自保 但男孩并没有扑向我 反而是迅速冲到了沈幼楚跟前 对着他的手臂狠狠地刺了一刀 现场尖叫声四起 沈幼楚的手臂 顷刻间血流如注 我僵住了 下一秒脑袋便一阵晕血 手脚也迅速地冰凉颤抖 我有严重的晕血症 最看不得这种画面 但现场过于混乱 所有人都扑向了沈幼楚和那个男孩 手忙脚乱地将其分开 就在我即将昏厥的那一刻 发生什么事了 几个人从茶水间外匆匆而来 其中一道漆长的身影 顷刻间加快不花 三两路冲到我跟前 将遥遥欲坠的我 拥进了怀里 温暖的大衣中 还残留着一丝我的香水味 导演连忙跑到我们跟前 满头大汗的解释 有人袭击了剧组演员 不知道是不是私生犯什么的 请您放心 这种事我们剧组会妥善处 不会给银和您的场地造成麻烦 原来这层断工区 是柳如烟挥下的呀 然而没等导演说完 柳如烟便弯身 将我拦腰抱起 她运血 我先把她送到空气通胀的地方 清冷的嗓音自头顶漫开 她书弟又转向一旁的周秘书 叫救护车 等我缓过进来 我已经躺在一间 宽敞办公室的软沙发上 好点了吗 见我睁眼 蹲在沙发旁的柳如烟 立马给我递来一个马克杯 这是蜂蜜水 你喝了应该会好一些 我撑着坐起来 接过杯子一边喝着 目光不经意地 跑到茶几上的手机 屏幕还停留在 渡娘孕血症 如何缓解地搜索 结果页面上 话说柳如烟居然还知道 我会孕血 我默默望向她 接触到我的视线 她显然一正 耳根缓缓地发红 连忙轻和一声 对我道歉 我没有抓好大厦的治安 让你受惊了 幸好你没事 我摇头笑笑 那个男孩有剧组的工作证 你就是有心留意 也很难抓到吧 我回想起那男孩的容貌 眉头轻皱 不过我好像并不是第一次见到她 更奇怪的是 她之前的敌影明显是冲着我的 怎么会突然跑去刺伤沈幼楚 你早就被她盯上了 文言柳如烟请客间紧张起来 她立即拿起手机 我让周秘书给你多配几个保镖 倒也没那么严重 我摇摇头 持续告诉我 这件事有些能深挖的价值 太早阻断 或许会错过什么 因为沈幼楚刀伤太深 需要住院的缘故 剧组在一室的拍摄 只能暂时停止 这件事还上了热搜 沈幼楚的粉丝 气得对私生犯行为破老大骂 可还没骂多久 热搜却又被迅速地压了下去 就连沈幼楚都亲自出面 表示不追究袭击者的责任 这一出 直接挑起了吃官网友的兴趣 众人纷纷猜测 袭击者背后究竟是什么身份 至于我在被迫停工的日子 我连酒店有多少块瓷砖 都快数出来了 百无聊赖地刷着朋友圈 倒是发现柳如烟居然还在室 她发了张握手的照片 估计生意是谈成功了 与此同时 抖音突然给我发了个推送 你常看的柳如烟正在直播 我下意识点了进去 柳如烟还坐在她分公司的办公室里 一边翻文件签字 一边直播 弹幕都快刷飞了 柳总你好久没直播了 怎么样 那天的大作战成功了吗 咱姐夫燃起爱火了吗 看你笑成这样 那晚还不得展开说说 柳如烟轻扶她的金丝边眼睛 看了眼弹幕 笑着摇摇头 大作战失败了 但是从那天到现在 我老公跟我说了足足24句话 而且他好像还不知道那天的热送 我想惊喜感应该是还在的 对了对了 那天我还抱到他了 他好香 他突然又兴奋又羞涩 不禁摘下眼镜捂住脸 弹幕刷得更欢了 什么高纯度恋爱脑啊 连说话剧数都能记下 才混到一个白天的抱抱 有什么意思 听话咱赶紧烧起来 要夜晚的抱抱 你可是女神啊 你要诱惑她 壁动她 我干脆切到微信 给她发消息 今晚有空吗 直播间同时叮咚一声 柳如烟瞬间瞪大了眼 手忙脚乱的将手机抓到手里 满眼溢着激动的光 连直播画面都在隐隐颤抖 我老公给我发消息了 他还是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 他问我今晚有没有空 弹幕再次炸开 快快快回他有空啊 什么文件什么合同 有姐夫重要吗 老天这事又给了你一次烧的机会啊 你赶紧给我烧起来 很快柳如烟的消息发来 晚上有空 看着她在直播间里撒泼打抖的不一样 我不惊泽泽 要不要一块去吃饭 直播间内请客间发出一声报名 家人们 我老公约我吃晚饭 柳如烟激动的直接在那张软沙发上 翻了个跟斗 你翻个屁的跟斗啊 快答应他呀 一片催促声中 我又收到了一条肯病的消息 我默默的撇嘴 这家伙为什么非要在我面前凹高了 不是都准备好 要给我试衬衫扣一半 在氛围灯下跳 擦边舞了吗 想到此我扭过头 看向酒店灯光总控上的氛围灯模式 脑袋里顿生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柳如烟老子对你感兴趣了 你今晚就必须给老子跳 因为沈幼楚事件 酒店里的潜伏的狗仔 这些天都在医院蹲点 我便直接和柳如烟约在了酒店餐厅里 看着我掏出一大瓶红酒 柳如烟显然震了一下 怎么你不会喝酒吗 我明知顾问 柳如烟不胜酒力 是我对她为数不多的认知里的其中之一 柳妈妈跟我透露过 她瞻几滴酒 整个人就会变懵 平时应酬都是周秘书在挡酒 她也顺便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商场上所向披靡 当时我并不在意 但现在我可得好好利用一下 我今晚只要让她微醺一点点 迟钝一点点 那还不是像小狗一样 乖乖听我的话 柳如烟没有对我摇头 默默地看着我给她面前的酒杯 浅真些许 果然吃过晚饭 她硬着头皮抿了两口后 脸上就泛起了不太正常的脱红 时间不早了 我们回房吧 趁着还有些许理智 她连忙起身 好啊 我硬着 却在起身之际 故意晃悠了一下 你怎么了 柳如烟一惊 连忙绕过来将我扶住 我心下暗笑 表面则按着太阳穴做投涌状 故作不经历地 靠在她怀里 我好像喝太多了 你能不能送我回房了 花落尔盼的胸腔 煞石跳动的越发剧烈 这一路我刻意拉慢了她的步伐 如我所料 刚把我送进房 柳如烟的那点破酒量 就再也撑不住 她眸眼微眯 整个人果然变懵了 我赶紧将她拉进屋 接着顺手打开了分围灯模式 暗沉红的灯光 请客间洒满整个卧室 分围模式 还自带图迷的绝世乐 听的人怪脸红心跳的 就别说已经微醺的柳如烟了 她顿了顿 却又只能任由我把她带到床边坐下 你不会也喝醉了吧 我给她倒了杯温水 故作调侃 我看你才抿了两下 不至于吧 一句话 似乎激起了柳如烟的胜负欲 没有她摇摇头 手却下意识地扯开了衣领 精致的锁骨 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 莫名地撩人 这样我点点头 便往贵妃已上一趟 旋即朝她白白手 那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可以回去了 柳如烟又震了震 目光迷离地望向我 人显然没有从床颜挪开的意思 梁九才逼雅着嗓音开口 记博答 我可以先做一件事再走吗 不等我回答 只见她双手紧握了我 像是笃定了什么 接着便起身朝浴室走去 犀利的水声响了一会儿又停下 我悄悄走过去 只见柳如烟 已经稍稍打湿了她的白色衬衫 站在镜子前解扣子 估计是因为紧张 那骨节分明的指尖 隐隐地颤抖着 好不容易解到了低排小处的位置 柳如烟对着镜子 沉沉吐了口气 旋即转身猝不及防地与我对视 她的眼底 请客间闪过一母慌乱 你是要做什么事啊 我抱胸靠着墙 继续明知故问 柳如烟的双颊 疏地红了 像一只手足无措的小狗 又下意识地 揪紧了敞开的衣衣 难为情地别过脸去 过日这娇软可气的模样 也太像了 我心下则则赞叹着 反倒故意朝她走近 手指缠上她松开的衣衣 漫不经心地卷着 柳如烟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 闻言柳如烟身子一僵 像是被戳破心事一般 正正地盯着我 周遭空气 骤然陷入寂静 莫名地让我有种 身处暴风雨前的错觉 果然下一秒 眼前的女人 抿了抿薄唇 突然迈步朝我凑近 她没有像听话小狗一样 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反倒三两步 将我抵在了落地窗边 耳边突然咔嚓一下 紧接着 原本是磨砂隐私模式的 落地窗刷的一下 变得轻敏 糟糕我有点慌 下意识地去拉扯柳如烟 那正好按在开关上的手 她却低笑了声 凑上来 轻啄我的耳垂 低雅的话语 混着微醺 又鼓又聊 我早就想勾引你了 甚至是在我们结婚之前 在很久很久以前 就想把你拒为己有了 我彻底蒙住 怎么回事 按照柳妈妈的爆料 柳如烟喝完酒 不是应该变懵的吗 怎么反而更有侵略性了 还没想明白 我便绝腰之一己 这家伙 不光嘴上有侵略性 手上居然也开始不安分了 我突然被她反客为主 嗯在落地窗上 卓吻从耳盼油至脸颊 再副向鼻尖 伴着她微带撒娇的泥男 老公为了勾引你 我都去学跳擦边舞了 你想看吗 我跳给你看好不好 不等我回答 柳如烟书弟握住我的手腕 迷醉的灯光下 指尖被引导着 贴上她的锁骨 又油至小腹 即便有酒精作祟 她还是肉眼可见的在紧张着 舞蹈的动作很是笨拙 我经不住轻笑了声 这一笑反而激到她了 她仰慕地轻动我 做事就要吻下来 然而就在此时 她的手机响了 柳如烟烦躁得皱眉 掏出手机看也没看 就要划断 却又不小心 问到了接通键 周秘书的声音传来 刘总那个袭记者的身份 我查到 一句话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 我直接抓过柳如烟的手机 展开说说 周秘书有些吃惊 但还是继续报告 那个男孩叫梅吉博 是沈又楚的青梅竹马 也是她的地下情缘 不过据我调查 沈又楚并不只有她 截至目前 至少还有两位成功男性 与她私交甚密 少爷 你也是她的目标之一 梅吉博的目的 应该就是阻止你和她接近 至于她为什么选择 刺伤她的最爱 或许是爱之深恨之弃 或许还有别的原因 我会继续调查的 那我就先挂了 原来如此 倒是和我之前的直觉 稍微对上 我点头沉吟着 下一秒 又被柳如烟拉回了怀疑 老公你可不可以 对我专心一点点 她满是醋意的 往我的脖子上轻啄着 紧接着收紧我的腰肢 将我抱倒在床上 温热的吐息 伴着欲见浓烈的酒意 喷洒在我脸上 柳如烟闹小情绪一般 一下又一下地啄着我的唇 含糊地呢喃着 我要怎样才能 让你好好看着我 不去看别的女人 老公让我保护你好不好 我不能 再误了 直到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不胜酒力这一点 看来还是没错的 我摇摇头将她推开 看着那眉心 微醋的睡颜 陷入沉思 什么叫在屋了 这晚我做了个梦 梦里的我并没有 和柳如烟结婚 反而和沈幼楚 阴系生情 还盛大官宣 谈得火热至极 沈幼楚将我带回了她的家 开门的居然是梅吉博 屋内不光有她 还有几位各剧风情的帅哥 所有人都在热情地欢迎我 加入他们这个大家庭 我接受不了这一切 转身就跑 但手脚上 却凭空出现了镣铐和锁链 将我困住 身后沈幼楚握着锁链 笑得写死 纪伯达哥哥 这可是我的世界 你以为你想跑就跑得了吗 然而就在我即将被沈幼楚 拖回去之际 一把电锯也凭空出现 锯断了我的锁链 在熟悉不过的身影 迅速将我抱起 转身就跑 对不起我来晚了 一贯清冷的声线 却又温柔的令人心碎 然而我们背向沈幼楚逃离的方向 却是一片无尽的黑暗 就在此时 梦境疏然一转 我看到了儿时的柳如燕 每一次回国 每一次与我家聚会 都会躲在大树后边 默默地看着我 再大一些 她主动跑到父母跟前 提出长大后要嫁我 要和我家联姻 在她能把柳家打造成 无与伦比的王国的前提下 后来柳如燕真的做到了 成了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金圈丽人 无尽的黑暗中 突然多了一束微弱的光 打在她身上 指引着她缓缓朝我走来 从梦中惊醒时 已经是一日清晨 我顶着一头冷汗 捂着狂跳的心脏 靠在床头缓了一会儿 才冷静下来 怎么会做这么离谱的梦 与此同时 手机突然响起 经纪员的狂喊 将我彻底拉回了现实 纪博达你昨晚都干了什么 你自己看热搜吧 我一头雾水地看着手机屏幕 切到微博热搜 几条带着豹子的热搜 坐稳了帮手 柳如燕纪博达落地窗积吻 柳如燕纪博达绯闻曝光 话题里 置顶的正是昨晚我和柳如燕 在落地窗前的一幕 评论区直接炸了 柳如燕和当红小花纪博达 她不是有老公了吗 她不是还天天直播学习擦遍技巧 要去勾引老公了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咱们心心念念的姐夫 或许就是纪博达 与此同时 玉是犀利的水声渐渐平下 柳如燕披着松垮的浴袍 擦着脑袋走出来 见我一醒 她似乎受到了惊吓 红着脸 手忙脚乱地将自己裹紧 无措的朝我解释 那个我醒来后发现 身上有酒气 怕熏着你就想着先洗个澡 昨晚对不起我好像失态了 是啊我怂怂肩 玄机将热搜量给她看 而且大家都知道 你失态了 柳如燕瞪大了脸 立马走到床头 拿起自己的手机 冷脸暗号码 我让周密鼠立即撤热搜 撤什么撤 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啊 我伸手扯扯她的玉袍绑带 微微偏手 难道跟我结婚 是什么很丢脸的 不能公开的事吗 老计伯达 我不是这个意思 柳如燕顿时扔掉手机 慌乱摆手 什么老计伯达呀 谁老了 我羊怒地抓起枕头砸向她 昨晚叫得那么欢 现在是怎样 枕头落地 柳如燕错愕地望着我 片刻后 她终于重现了直播间同款的 激动羞涩交错的模样 烫红了耳根 跪在床檐一点一点朝我爬来 老公 我可以这样叫你吗 真的可以吗 柳如燕眼角红红 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模样 我突然有种 想要亲她的冲动 或许也不是突然 于是我笑着抬手 勾勾她的脖梗 在她震惊的目光中 吻上那薄霄的唇 可惜好景不长 助理的一通电话 打破了我们的氛围 今天是全剧组 去探望沈幽楚的日子 导演那边已经在催促了 我马上就好 我挂断电话 看向柳如燕 微微忧怨的脸 抬手揉揉她的脑袋 哄着她 末了中是勾唇浅笑 轻轻点头 一小时候 我随剧组来到了医院 沈幽楚倒是恢复得很快 即便手臂上还缠着绷带 也还是很精神地 跟剧组人员们说说笑笑 直到察觉到我的到来 纪伯达哥哥 你也来看我了 他还是那副 温顺乖巧的小白狗一样 笑眯眯地朝我打招 视线却迅速地落在了我的头顶 像是看到了什么 他的笑容迅速降在嘴角 偏偏这时 剧组里一个平日 就跟我不对付的男配演员 突然跳出来调侃我 纪伯达哥 你怎么有碰过来啊 那个热搜不打算压一下吗 你不会真的和柳如烟有一腿吗 他可是有夫之妇爱 所有人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我身上 我笑了笑将果然放下 我和我老婆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又不违法为德 干嘛要压热搜 既然你们那么关心我 那我就回去官宣吧 沈幼楚 祝你早日康复哦 沈幼楚的脸色 骤然变得难看至极 却也只能跟众人一块 目送我消法出病房 直到我拐置消防楼梯通道 我所期待见到的人 果然走不出来 默默地拦下 我的去路 你好纪伯达 没纪伯翻开动帽 拉下口罩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我未偏手聊什么 他笑了笑 聊一聊沈幼楚的真面目 你可能不知道 沈幼楚身上 有一个万人迷系统 顾名思义 就是各种招风影碟 利用男人 换取所谓的任务积分 我们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个代号 我是痴情小竹马 你是妖娆隐蔽 他家里还藏着 什么冷烟男霸子 但是很奇怪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们所有人 都无法避免地爱上他 被他玩弄于鼓掌 为什么只有你的好感度 还是零 我勾起唇角 为什么我就必须 对沈幼楚有好感呢 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爱人吗 梅吉伯薇瞪大的眼 却是无奈地摇头善笑 不可能 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沈幼楚而创造的 我们的命运 早就被写成剧本 即便重来又重来 都无法更改 即便我刺伤他 阻止他跟你接触 你还是跑来探望他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静静看了他一回 笑意更是梅先生 如果真的屈服于命运 那天又为何会去 袭击沈幼楚 这恰恰说明 我们并没有受 所谓的命运束缚着 按照你的说法 既然这个世界 给了我们重来的机会 那我们就该好好把握 抛开 你说的那个什么系统 沈幼楚也不过是个人 你都能一刀刺伤他 我当然也能毁灭他 不再管梅吉伯震惊的神色 柳如烟在和他的狗头 军事网友们直播 他正着急的解释着什么 根本没察觉 我开了门 对没错 你们的姐夫 我的老公 就是激活达 没别的姐夫了 我怎么可能出轨 你们啊 早知道 我就带着结婚证出门了 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 我差点没忍住笑出声 结婚证啊 我拖出行李箱 打开证件袋 拿出了那本猪肝红色小本 接着便坐到他的身侧 华丽丽的出镜 诺结婚证 直播间 煞事凝固了三马 铺天带地的弹幕 直接把我俩的脸给淹没了 你们还真是夫妻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直播官宣吗 太好了 我的防媒塔 呜呜 姐夫姐 别的我都不关心 我只关心 你对刘总燃起爱 我了没有 这可关系着我们狗头军 试团的名誉 我看了眼已经呆支住的柳如烟 对着直播镜头 大放点头 可然了 下次让他跳电影看 你们自己验收成果了 弹幕池彻底溶陷 柳如烟却是不爽了 恨恨地关了直播 玄机搂着我 满脸优越 那种东西 我都说好了 只跳给老公你看的 你不许删中他们 我可是狠手女格的 我耸肩 可是福利就是要分享的吗 话因为洛柳如烟 书弟咪了某眼 将我摁倒在床上 他嗓音渐哑 昨晚那股人的侵略感 再度汹涌而来 我不管 我拒绝分享 我只想独占你 所以老公你也独占我好不好 直播官宣这一幕 很快也冲上了热搜 狗头军师们 也在此刻正式升格城 我和柳如烟的CP粉 大家一边开香槟庆祝 一边把从刘总直播学习 勾引老公技巧 到姐夫成功燃起爱火 做成精华合集 到处炫耀 磕婚的网友是越来越多 听梅吉伯说 沈幽楚也婚了 在他那圈养了 好几只金丝穴的笼子里 气婚的年末将至 圣诞节前一周 剧组终于等来了 沈幽楚完全康复的好消息 且为了表达 对剧组哭哭等待的歉意和谢意 沈幽楚特意在家中举办宴会 邀请全体剧组赴宴 收到邀请的同时 梅吉伯的消息也随之而来 你别来参加什么宴会 有阴谋 可我才刚回他一个表情包 下一秒便发现 他已经把我拉黑删除 甚至连账号都光速注销了 这是他和我私下联系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账号 看来就算我不想参加 也不行了 入夜我盛装打扮 随剧组走入沈幽楚的气派大庄园 继伯达哥哥 见我现身沈幽楚 眼前一亮 朝我走来 故作张望几分 刘总那么宠夫 居然没跟你一块来吗 他比较忙 我偏手笑笑 今晚是咱们剧组的内部聚会 他也不方便来不识 沈幽楚显然松了口气 宴会半星光异议 热闹无比 众人玩的那叫一个忘户所以 没有人注意到 沈幽楚手制红酒杯 再度朝我走来 哥哥我这阵子一边养伤 一边研究了咱们的剧本 发现有一些可以优化的地方 你可以帮我参谋参谋吗 好啊我故作微虚 朝他点点头 任由他引着我往别墅后方走去 很快 另一栋偏小戏的建筑 映入我眼里 这正是我梦里到过的那个地方 越是靠近 我就越发感觉到 里头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在诱惑着我 但我并没有因此乱的心绪 或许就像梅吉博说的 我所谓的好感知识灵 还能稳住自己 直到沈幽楚拉开屋门 屋内的景象令我大为震惊 只见厅堂内摆着四只金丝笼子 其中三只 分别关着三个姿态各异的男人 其中两人眼神空洞麻木 梅吉博则被镣锁链束缚 嘴也被不条勒着 呜呜着向我求助 房门自动关上 耳边竟是沈幼楚放肆的大笑声 我的小梅吉博 你瞧 通通道姓又怎样 真以为凭你就能反抗我 这可是我所支配的世界 我可是大女主 你费尽千辛万苦又如何 就算你稍微改变了一些剧情走向 让吉博打家不了对我的好感 他不也乖乖地跟着我来到这儿 来到这儿就好办 话若他阴彻彻地看向我 就在他朝我伸手致敬 我迅速拿出手包里的防狼电机器 朝他身上狠狠一对 沈幼楚当即被我垫麻 直挺挺地倒地 好一会儿才缓过进来 满脸难以置信 你怎么还清醒着 我不应该清醒吗 我笑盈盈地逆视他 旋即走到梅吉博的笼子前 你所谓对剧本的优化 就是让我来看你豢养的金丝雀吗 这么震撼的场面 光只我一人看见那多没意思 文言沈幼楚的脸刷地煞白 你什么意思 我怂怂间将脖梗间项链的珠宝 轻轻摘下 露出一颗极小的摄像头 紧接着房门被人猛地踹开 柳如烟冷着脸 捧着一台平板电脑走进来 将屏幕中的直播间画面 亮到沈幼楚面前 弹幕炸了 卧槽沈幼楚居然是这样的人 他居然囚离男性 简直禽兽不如 那第四的笼子 该不会是为姐夫准备的吧 细思极恐啊 沈幼楚这种人渣 留着干什么 快把他抓起来啊 我们当然不会让网友失望 下一秒 警笛声便由远寂静而来 沈幼楚被捕了 非法绑架 囚禁男性 诱拐男性未遂 光是这两条 就够他在橘子里喝好酒 更别说这一切是直播曝光 他背后纵失有诸多事例 有我家和柳家作证 这些人倒是屁都不敢放一个 更别说出面保他 仅仅一周他的诸多恶行 便浮出水面 全盼下来 估计缝纫机都要被他踩出火星子 再后来 梅吉伯又注册了一个新号 加上我 我昨天去给沈幼楚探监 他居然盯着我的头顶 大喊你的好感知呢 怎么显示都不显示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预警们都以为他疯了 我猜是沈幼楚的那个系统放弃他 逃之夭夭了 纪伯达你知道吗 这或许代表着我们赢了 我笑了笑 并没有回复他 放下手机 视线重新回到卧室 今晚是平安夜 氛围灯摇曳在白墙上 柳如烟戴着一顶圣诞帽 暗红色的衬衫 半是裹身 精致美形的肌肉线条 若隐若现 扣子也很慷慨的 只扣到了肚脐上方 直播间弹幕乱飞 哇哦 圣诞老人限定款 刘总你倒是跳啊 你羞涩什么 紧张什么罚站什么呀 要不姐夫也出镜吧 我其实更想看你和姐夫 他书弟朝我走来 将我拉进了镜头范围 接着便扑通一声 单膝下跪 从口袋里 掏出了一个酒红四绒小盒子 他取出一枚大钻戒 怀而坚决地举向我 老公我都还没向你求过婚 我能不能现在补一个求婚 继伯打我爱你 你说我好不好 我镇住了 跑一会儿 才不吃笑出声 将左手伸给他 钻戒缓缓套进无名之一 柳如烟煞煞事激动地跳起来 供发出所有的热情 将我拥入怀中 这一次我绝对绝对不会放开你 我靠在他怀里 没有言语 关于梦中的柳如烟 我没有跟他提 也觉得没必要提 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们现在共同抓住了未来 不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吗 全文